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按照传统的民间风俗 人们每当遇到困难 遭遇不幸 或者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心怀忐忑的时候 往往会到寺庙祠堂里烧香许愿 祈求平安顺利 然而在湖南省贵阳县 有一个小山村 那里村民的传统却与众不同 他们拜的既不是佛祖观音 也不是官邸财神 而是一汪水潭 据说这潭里的水 灵性非凡 不仅能够预测风与雷电 而且还能够预知人们的 获福平安 在我国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四省区的交界处 绵延着一条巨大的山脉 南岭 威风雾力 层栏叠杖 仿佛一条巨龙横卧在我国南方的大地上 其中在主要山林齐田岭的北路 坐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 棍阳 这里不仅有以拟秀丽的高山湖泊 唯妙唯孝的仰天大佛 亘古千年 纵横百里 时空更是在这片大山深处演化出了一方隐蔽而神奇的水潭 这处水潭位于贵阳县西南27千米的潭西村 虽然潭水面积不大 却显现出了诸多灵异之处 因而被当地人奉若神明 每逢干旱时节 水潭周边十里八村的村民 就会来到潭边烧香敬拜 随后 奇怪的现象就会相继发生 首先 潭水会从原本的青绿色变成黄色 紧接着 数米长的大鱼从潭底突然冒出 片刻之后 雨水就会从天而降 每当这时 打算外出谋生的当地人 就会拿来一根竹竿插入水中 小心翼翼地将一根红绳绑在水平面上方的竹竿上 据说 如果潭水和红线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意味着水涨才近 外出谋生的人将会生意兴隆 裁员滚滚 除此之外 更为神奇的是 潭水曾经最高上涨过几十米 而落水时则极为迅速 同时伴有奇怪的声响 那么 这里的潭水为什么会时长时落 潭水颜色变化后 为何出现降雨 面积不大的潭州 真的生活着数米长的大鱼吗 众多奇异现象之间 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为了揭开其中的奥秘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贵阳县 进行考察 贵阳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 隶属于称州市 距离市区约28千米 面积2900多平方千米 这座位于南岭北路的小城 曾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 向导告诉记者 这枚刻有开源通宝四个醒目大字的铜钱壁雕塑 如今已经成为贵阳县的地标性建筑 从县城出发 设置组前往潭西村 路途中当经过郑合镇时 记者看到 一位农户正在制作当地特色美食 铺子肉 肉块焯水 汤色渐白 将糯米福子酒均匀淋上肉块 双手快速按压 使福子酒充分渗入肉的基底 酒里的糖分 玉莓生成酸 油锅升至280摄氏度高温 投入肉块 福子酒中的糖分降解 使肉块表面呈现迷人的焦黄色 捞出后迅速放入水中 让表面形成虎皮褶皱 纹火慢征可使其更加绵软 向导说 贵阳临近月盐产区 在过去 贵阳男子多以赴月挑言为生 崇山峻岭中 动辄十余天的负重前行 是对挑言工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返乡后 家人精心制作的一顿肉食 是最为宝贵的犒牢 离开郑合镇 设置组继续前行 车子沿着平缓的上坡路 盘旋在县城南部的群山中 出下的湘南 田野一片翠绿 流云 风车 水田 一时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田园木戈般的田径世界 步入潭溪村 从村民们那里设置组得知 那口会涨落的潭水 当地人称其为朝权 村民们说 朝权的掌落能够占卜吉凶 古时曾有一位名叫曾朝杰的秀才 看到朝权掌水后 参加科举考试 竟然高中探花 很多云来的都很零 来的就是运气好 斩水就运气好 怕落水嘛 落了水落了水是赢就不值用了 大汉来它总是去抽雨 每次抽都能够淋验的 抽雨的时候它去掌潮 掌潮代表吉利 然后它这个能够应验 应验就能够下雨 在一位村民家里 摄制组看到 潭世宗谱上明清时期 就有不少关于朝权的记载 灵患朝权 周至八景之首也 都封灵患 根据清代灵泉石湖记中的描述 朝权每天早上 中午晚上三次涨潮 因此古人将之命名为灵泉 而且 曾经有人见有大鱼浮在水上 大鱼则口若聚盆 背大如牛 令人惊叹 按照村民的指引 摄制组来到了朝权边 只见这是一汪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米的水潭 周围林木苍翠 地绿幽碎的潭水中 大小不一的鱼儿 在悠然自得的游异 这时 摄制组遇到了一位来此祭拜的村民 他告诉记者 潭水的确每天都会涨落 涨幅和时间并不十分固定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朝权还能预报天气 根据这个水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 像这个颜色 这个深黄色的 这个颜色的话 它就说明要下雨了 摄制组将信将疑 决定守在潭边 等待神奇现象的出现 然而 一个小时过去了 朝权的水位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 潭水的颜色 正在从青绿色 逐渐变成黄色 与此同时 不时有几条一米长的大鱼 从水底冒出 难道 这就是天气变化的前兆吗 沉水变色 大鱼涌出 风云突变 雷雨交加 水潭融合用之 天气变化 朝权奇潭 比例中国 正在播出 摄制组正在疑惑间 突然 一阵狂风大作 天边的乌云 滚滚而来 片刻之后 大雨倾盆 四十分钟后 雨过天晴 水面又恢复为青绿色 不过 在这段时间里 潭水的水位 仍然没有变动 这时 村民告诉设置组 朝权即将上涨 果然 半个小时后 水位出现了变化 不过十几分钟 潭水就上涨了将近一米 村民说 其实现在朝权的水位 并不算高 潭水没过台阶的场景 经常发生 为了进一步证实 自己的说法 村民给设置组 播放了一段涨水影像 视频中 潭水漫过了多级台阶 明显比现在高出许多 村民说 朝权上涨时 不仅水位会上升很高 落潮时的速度也非常快 还伴随着奇异的声响 就发出像那飞机从这里头上飞过去 那种轰隆的行 有时候水涨到这里来了 它一下子 轰隆一身就推那下面去了 最下面 推得很快的 就在说话间 设置组注意到 朝权的水位突然开始快速下降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奇怪的轰响 设置组推测 这些怪异现象 很可能与朝权的出水口和进水口有关 可是 设置组并没有找到明显的孔洞 不过 当记者再次回看朝权涨水的视频时 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 当朝权水位上涨时 水面上漂浮的落叶 正从东向西 快速移动 设置组分析 正是由于来水的推动 树叶才会向一个方向飘移 既然树叶移动的方向是从东向西 那是否意味着水源来自朝权东侧的区域呢 设置组在朝权的东南角 发现了一处明显的裂隙 这里会不会就是朝权的进水口呢 设置组决定 对缝隙里面的情况 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 很快 大家用一个充好气的轮胎 做成了一个小皮筏 可是人们刚刚坐上去 就和潭水来了个亲密接触 无奈之下 工作人员只好将水下摄像机绑在头上 游到缝隙处进行拍摄 设置组发现 裂隙宽约三四十厘米 十分狭窄 而且光线很暗 视野有限 似乎有水在裂隙深处流动 那么潮泉水是否来自这里呢 另外工作人员还说 当它位于水潭东边的这处裂隙时 没在水中的腿部 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水流 那水流是哪个方向啊 那个水流是往下流的 往下流 就从这个潭往外流 往外流的 那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 就那个地方 设置组推测 水潭东边的这处裂隙 极有可能就是潮泉往外流的出水口 那么潮泉的水流向了哪里呢 从拍摄到的水下影像来看 潮泉深处的确生活着不少鱼儿 但个头都不太大 与舍着组在下雨前拍摄到的大鱼 并不一样 更无法与潭氏宗谱中记录的 如牛背般的大鱼相提并论 那么大鱼究竟从何而来 潮泉深处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未知世界 为了破解这些谜团 设置组请来了专家蓝小明 蓝小明 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高级工程师 对湖南省的地质地貌 进行过多年研究 蓝小明工程师告诉记者 潮泉所在的区域属于喀斯特地贸区 盘水颜色从绿变黄 以及这种变化能预报天气 很可能和水里鱼儿众多有关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气压和天气变化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 阴雨天的大气压比晴天小 晴天气压突然变低 通常是下雨的先兆 一旦气压变低 原本被气压压入水中溶解的氧气 就会释放回大气中 导致水中的氧气溶解度低 这样一来 原本生活在水底的鱼 为了能呼吸到氧气 就纷纷涌出了水面 当鱼儿向上游动时 水底的泥沙被搅动 清澈碧绿的潭水便会变浑变黄 周边的村民正是从这一变化中 总结出了天气变化的规律 关于潮泉中是否会存在 数米长的大鱼 专家认为 这首先要对潮泉的水体环境 和水域容积进行测量 数据显示 潮泉最深的地方不过七八米 据此 专家估计 潮泉的水量 大约在七八百地方米左右 他分析认为 在这样大的水域中 一米长的大鱼还可以生存 但如牛背般的大鱼 在此生存的可能性很小 这是因为 大鱼要在潭水中生存 水域要求十分宽阔 同时还需要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如果潭水中真的出现过 体长数米的大鱼 那就意味着 在潮泉周边的环境中 很可能还有一片未知的水下世界 环顾四周 专家说 潮泉水面所在的地方 比附近的山体表面矮了许多 我们看到的水潭 其实是一个落水洞 在喀斯特地区 落水洞往往与暗河相连通 可是 在水潭四周 考察组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来水 专家分析认为 潮泉的水可能是通过裂系而来 又通过裂系流走 那之前考察人员在潮泉东侧 发现的裂系 会不会就是潮泉的出水口 潮泉水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这时 舍着组了解到 在潮泉东边约三十米的地方 还有一个面积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水潭 当地老乡说 这个小水潭是整个潭西村的水源 水潭一年四季都有水流出 人们却从未发现过进水口 更为奇特的是 每当潮泉落水时 这里的潭水就会快速上涨 为了进一步确定潮泉的水 是否流向小水潭 专家决定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现在我们在潮泉 这个猪水口的位置 撒下米糠 准备了让米糠 过一段时间 再在下面一个猪水口的位置 再来看有没有米糠 如果有米糠的话 那说明这个之间是连通的 你看 几个小时后 考察组来到了面积较小的水潭 只见一些米糠漂浮在水面上 据此 专家判断 潮泉的水的确流向了这里 一大一小两个水潭 在地下互相连通 最后 考察组返回了潮泉 并将绑着微型摄像头的竹竿 伸进了一处猎系的深处 在光线昏暗的画面中 考察组看到 一条鱼儿游来游去 如此看来 朝全底部 的确有一个通道 通向了更深处 这条鱼儿游去 是可以为我们的科考带来新的线索呢 考察组决定深入洞中 一探究竟 进入洞中没有多远 一条小河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在专家的建议下 考察组决定顺着暗河逆流而上 或许能够找到朝权实掌实落的秘密所在 在爬过了一段艰难的路途后 顺着头灯的光线 考察组看到了一个幽暗的水潭 与此同时 队员们听到了一阵轰鸣声 继续前行三十多米后 又一条奔腾的小河出现在了眼前 就在这时 一名队员注意到 远处的缝隙深处 似乎有微弱的光亮 时日隐实现 光亮中正有水流向洞内涌入 我们现在开了增益 看一看水流的方向 现在明显地看到 现在是地表净流往这个洞中倒灌 至此 考察组在溶洞内发现了至少三条河流 蓝小明发现 这处溶洞比朝权所在的地方要高 从水流方向来看 洞里的水流也是流向了朝权 专家由此推断 这处溶洞的水很有可能 就是朝权的主要补给员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桂阳位于南岭以北 当北方的冷空气到达这里时 被高大的山脉所阻挡 在南北气流的交汇下形成封面雨 而朝权三面环山 恰好位于这片区域的低点 一旦遭遇持续不断的特大暴雨 四周的雨水在短时间内 全部涌向朝权 水位上涨20米也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朝权水位的突然下降 是何原因 巨大的轰鸣声又来自哪里呢 考察组返回到朝权 通过勘查 专家发现 朝权出水口的位置 竟然是垂直于沿层走向的一个通道 专家分析 朝权水位的掌落 主要和其出水口的结构有关 由于这个锻炼 横切这个沿层 与沿层它的沉间烈系之间的这种用石作用 就产生了这个通道 它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个走势 特别是我们这个岸河里面 这个石块 泥沙 以及这些树叶 它很容易被抖射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一旦 抖射了 水呢 会慢慢地升高 这样呢 就产生了这个 涨潮的现象 专家进一步分析 当朝权的出水口 被碎石泥沙 慢慢堵塞 出水量和水流速度 就会越来越小 随着周围的雨水 源源不断地向朝权汇聚 水位自然会上升 而当水位升高到一定程度后 堵塞出水口的碎石泥沙 开始无法承受潭水 带给它们的压力 最终被水流冲开 出水口突然变大 朝权的水位也就迅速下降 村民们听到的轰鸣巨响 其实就是水流 在快速进入洞穴通道时 发出的声音 专家说 朝权水时长时落 看似神秘异常 其实暗合了 喀斯特地区的 自然科学规律 这种泉水的掌落 与预测吉凶祸福 并没有关系 但对于生活在此的人们来说 朝权为它们提供了 生活的希望 村民在朝权流出的水潭处 修建水渠 为村里的良田 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 而在发现朝权变色 能够预报天气后 当地村民又能为雨绸缪 有效防范可能发生的各大暴雨 独特的地理环境 往往会被人们赋予 独有的历史文化印记 当古人发现 朝权潭水 忽上忽下的现象之后 就赋予了它美好的想象 并在此求雨 祈福 据了解 为了保护这方潭水 生活在潭西村的古人 曾经立下规制 后人不能够乱动 朝权周边山上的一草一木 而这一传统 也延续到了今天 千百年来 潭西村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也最终成就了一段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奇佳话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